欢迎大家收看世界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降低银行准备金率 加大刺激力度以应对增长之后 随着全球航运受到威胁 中国表示对鸿海地区的紧张局势深感关切 英国表示没有征兵计划 此前高级将领表示英国可能需要一个公民军 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支持放宽对转基因职务的规定 国债收益率下滑 市场等待下周的GDP和联邦储备会议 请大家收看 中国降低银行准备金率 加大刺激力度以应对增长之后 日经亚洲 中国的中央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TBOC削减了存款准备金率RRR 释放了金融市场内1400亿美元的长期流动性 这是自2018年9月以来的首次RRR削减 此前香港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金融政策措施 PBOC此举旨在支持中国经济增长放缓 但被批评为与降息相比 可能不会有太大作用 随着全球航运受到威胁 中国表示对鸿海地区的紧张局势深感关切 外交官 中国对鸿海地区的紧张局势表示关切 该局势迫使船运公司避开苏伊士运河 从而干扰了全球贸易 然而 中国并未归咎于任何一方 也没有提及袭击背后的组织 自去年11月以来 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 已经对通往苏伊士运河的航道 进行了至少34次袭击 作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 中国将因全球航运路线的任何中断 而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 英国表示没有征兵计划 此前高级将领表示 英国可能需要一个公民军 美联社 英国政府表示 他们没有计划引入征兵制度 此前 英国陆军总参谋长帕特里克·桑德斯将军表示 未来与俄罗斯等国家进行陆地战争时 将需要一个公民军队 桑德斯认为 为了准备潜在的陆地战争 需要全民参与 并称赞那些与俄罗斯更接近的欧洲国家的准备工作 然而英国首相李希·苏纳克的发言人表示 政府没有引入征兵制度的意图 因为英国军队有着自愿参军的光荣传统 政府也没有计划增加现有约7万4千名全职军人的军队规模 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支持放宽对转基因植物的规定 美联社 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支持放宽对使用新基因组技术 NGTS生产的转基因GM植物的规定的提案 投票结果为47票赞成 31票反对 4票弃权 预计全体议会将在2月份全会上对该立法进行投票 然后与成人国进行谈判 委员会投票决定创建两个转基因作物类别 对NGTS设定更严格的规定 他还提议在有机农业中禁止所有NGT职务 国债收益率下滑 市场等待下周的GDP和联邦储备会议 雅虎 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 投资者正在等待周四公布的 美国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数据 以及下周的美联储会议 这可能会提供一些关于政策制定者 何时开始降息的线索 中国削减银行准备金要求 并向银行系统注入了1400亿美元的消息 并未对债券市场产生影响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常驻的观察员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新闻 首先 中国中央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 削减了存款准备金率 释放了金融市场内 1400亿美元的长期流动性 这是自2018年以来的首次削减 这是中国为了支持经济增长 而采取的刺激措施之一 不过 有人认为 这种措施可能不会像降息那样 产生太大的作用 其次 中国对鸿海地区的紧张局势表示关切 这个局势干扰了全球贸易 船运公司被迫避开苏伊士运河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 任何航运中断都将对中国产生不成比例的影响 再次 英国政府表示没有计划引入征兵制度 之前有高级将领表示 英国可能需要一个公民军队 不过 英国政府强调 他们没有引入征兵制度的意图 因为英国军队有着自愿参军的光荣传统 此外 欧洲议会环境委员会支持放宽对转基因职务的规定 这个提案得到了47票赞成 31票反对 预计全体议会将在2月份全会上对该立法进行投票 最后 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 投资者正在等待美国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数据 以及下周的美联储会议 这可能会提供一些关于政策制定者何时开始降息的线索 中国削减银行准备金率并向银行系统注入了1400亿美元的消息 对债券市场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个人认为 中国的削减存款准备金率是为了刺激经济增长 但可能需要更多的措施来确保其效果 关于鸿海地区的紧张局势 这对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需要密切关注 关于转基因职务的规定放宽 这是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 需要更多的讨论和权衡 至于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 这可能是市场对未来经济走势的担忧 但我们还是需要等待更多的数据和信息来做出准确的判断 现在我想邀请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和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e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